嗨大家好,我是Ben 那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防霧的護目鏡 那什麼叫防霧的霧目鏡呢? 那我們今天就來實測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會準備兩隻護目鏡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藍色牌子跟綠色牌子 那分別一隻是有防霧,一隻沒有防霧 那再來就是準備一杯熱水 那我們今天就來實測給大家看囉 那首先我們拿綠色盤子的這個護目鏡 然後放在熱水的上面 鏡頭應該是可以很明顯看到它上面有霧氣 鏡頭看到嗎? 然後退的速度會比較慢 其實我拿到旁邊 它可能大概花個 現在差不多3秒4秒 差不多要快10秒 它才會全退 那接著呢我們拿的是藍色盤子的護目鏡 那我們一樣做個實驗 那你會發現 這隻護目鏡啊它幾乎沒有霧氣 但不是它沒有熱水囉 是因為它真的不會產生霧氣 會產生霧氣但因為它 這隻護目鏡有防霧的功能 所以它可能會瞬間把霧氣散掉 應該蠻明顯的 不管你怎麼用基本上霧氣都不會 不會造成 所以如果你有工作的需求 不太能產生霧氣 會讓你工作上造成麻煩的話 你就一定要選這種防霧的護目鏡 那自然的這種防霧目鏡價格會 比這種一般的護目鏡貴一點點 不會貴到哪裡去 那我接下來我就稍微 試戴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兩隻護目鏡啊 其實它的 架構都是一樣的 你看它的腳架 或是側面 或是整個鏡面 它都是一樣的 那我稍微試戴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戴起來差不多是這樣子 然後這種護目鏡啊 基本上 你可以配自己的鏡框 我稍微戴給大家看一下 像我這邊剛好有一隻太眼鏡 你可以配自己的鏡框 只是上面會稍微露出來一點點 它比較沒有辦法這麼的服貼 然後這種沒有霧氣的護目鏡 其實也是一樣 它的戴起來是長一樣的 主要就是它的鏡片關係啊 一個沒有 一個會產生霧氣 然後一個不會產生霧氣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介紹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對護目鏡啊 有什麼想知道 或想看更多的款式 那歡迎留言給我們 那記得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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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